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今天11月23号进行的三星杯半决赛 这盘棋由黑方谢尔豪对战白方许家阳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昨天进行的八强战 谢尔豪直接站落深圳旭 可以说立下大功 我们来看这盘棋 开局双方都是新小木 黑棋大跳 白棋挂脚,黑棋拖先,点33 然后白棋双飞 黑棋走了这首飞 其实这个飞也算是走的比较多的一种 当然不如这个靠压更常见 白棋就拆个1 黑棋夹 基本上白棋也不会中招 就把两边安定就行 跳一个 黑棋顶住 长一个再双 那这个棋白棋顶当然是好棋了 沾的话就显得太笨了 被黑棋跳一个先手 再跳这根棍子就很重 而且被黑棋跳在这儿 很不舒服 又攻击又扩张 出头的话 黑棋就直接脚上补一手 他就率先做活 外面呢这个头白棋还封不住 所以说白棋顶一个 虽然说把黑棋 装后了一点 但是这样首先出头更畅 其次呢 黑棋暂时没有时间在脚上去补 然后黑棋跳一个 白棋点赛赛 冲挡住 二路夹 这个是组度的一个手筋 白棋反正 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在于要抢先手 冲一个的话肯定不好 贪吃这颗子呢 这个 让黑棋先手飞过来 白棋这个双板凳就很危险 而且以后让黑棋留了一个二路搬过 虎的话同样不好 被黑棋一打先手 组度再飞过来 还是白棋比较难 所以说实战白棋沾 黑棋跳 马上还有一个二路搬过 所以说白棋先搬组度 再跳出 黑棋飞阵 这个地方AI的一选还是非常的狠 让白棋直接间断 这个棋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黑棋给卷进去 杀倒是不好杀 我们来看这档下黑棋如何应对 可以先冲一下 然后再打持 因为多冲这一下 白棋从这打就切不断了 你沾他冲双打持 那白棋尝一个黑棋站 外边小间封锁 黑棋拐下去之后 三路靠一个反弹 这个棋肯定是可以做火的 比方说白棋断打 尝一个 你爬一个再打持 这儿已经有只眼了 脚上这里 虎一个的话 还有一只后手眼 那白棋破掉这只眼 这个双板凳这儿 打持之后再作眼 也有眼 这样可以两眼火棋 不过黑棋活了 白棋外边也彻底厚了 这个是AI让白棋动手的一个目的 那你如果说这儿不走 直接往右边出头的话 又比较烦黑棋的Z手靠下去 因为白棋也不太能反击 比如说你这样斑断 这儿可以打持穿下来 脚上不活 那你如果说只能这样去妥协的话 就比较委屈了 空也没了 所以说实战白棋是先飞这个 那黑棋搭上去 这样一搭的话 这个黑棋的联络也完整 白棋如果说上边再搬 被黑棋抢先 攻过来 那白棋这一大串 又非常危险 黑棋上边打了压 还有非常多的借用 所以说这几手棋 双方也是在勾心斗角 黑棋靠在这 白棋拖先 右边赶紧出头 顺便消一架黑棋的空 然后黑棋上边 唬了之后 打吃先手再一飞 那黑棋的这个形状 还是非常的舒展 而且把白棋的空给压扁了 不过黑棋右边 也会被白棋破掉 白棋夹击 想要吃这几颗子 第一杆肯定是靠出作战 当然你这个靠出的话 有可能把边上白棋 先送活一块 然后以后右下角 白棋还有各种套脚手段 实战谢尔豪 下的是非常的简明 直接夹过来 白棋顶一个足度 黑棋停投 那黑棋是打算弃子了 而且这个棋 白棋还不能随便乱补 如果说你跳在这 想多吃一点 那黑棋还有这个冲突 白棋总不能从这儿打 然后最后沾上 被黑棋底下再多围圈 那你要是从外边打 把黑棋卷进来的话 黑棋里边一打 你拐吃足度 他在一朝 这个棋要把白棋给反杀了 局部对杀 黑棋的棋更多 所以说实战白棋选择 补在这儿去吃棋 其实这个棋 还是没有吃干净 如果说以后黑棋右下角 已经补的铁后的情况下 那是有这个二路打拔之后 搬过的 不过这样因为这个以后 现在肯定不成立 这样味道比较差 基本上以后的定型 就是黑棋立下去 然后白棋不管是挡住也好 走哪儿 组都也好 黑棋就弃掉 然后再把脚上加强一下 那实战黑棋先不管了 拖先挂脚 白棋小尖 然后黑棋上边再一尖 白棋也是非常的稳 并没有选择靠出之类的 直接往上跳回 反正这里白棋尾的还是比较扁的 之后黑棋也很扎实 这个走了一步小尖 可能嫌拆二的话 这个边控尾的太扁 以后被白棋飞压了在一场 都在三路 这个棋尖起来 然后白棋右下点 黑棋倒 这个棋白棋要是掏脚的话 也有手段 最简单的就是这个靠 黑棋扳的话 白棋扭断 黑棋扭直子长一方 白棋往上一贴 要抱持这颗子 长一个扳了连扳下去 局部肯定是有各种方法出棋 实战 但白棋就改变一下思路 直接逼过来 这样黑棋跳下去 阻度白棋在左边靠起 想要撑起这个边控 那黑棋扳白棋长 下一手棋 黑棋非常稳妥的去补了一手段 我们来看这个段 不补的话会有什么问题 比方说黑棋往底下打入 就这个棋的话呢 跟针子有关 白棋可以先在右上去夹一个 再跳去威胁黑棋这一大串 等他出头 白棋成功引针之后 再往左边去断 这样黑棋踢下去 白棋断打 二路小间 黑棋挡住的话 白棋这一虎 黑棋是挡不下来的 不然的话 被白棋外边一打一场 左边要关门吃 外边要针子 把黑棋给针掉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还是有些手段 如果说白棋不引针 直接断的话呢 这样黑棋打了贴 你再走 这个黑棋挡就成立了 你再往右上去动手 可能就来不及了 所以说这个次序很重要 当然黑棋这个力是不太行的 力的话被白棋爬到脚上去 然后再长 白棋打了肉贴 这个地方的对杀 黑棋不太有力 因为你拐的话 被白棋直接夹一个 黑棋就三口气 明显不够 斑的话被白棋断 断打再一力 白棋就可以把它走成一个 这个大头鬼的棋型 那黑棋的气明显也不够 所以说左边这个地方 跟引针有关的话 这个黑棋还是最好补一手 毕竟这个上面大龙也不厚 这样黑棋补了 白棋底下也补棋 然后黑棋右边立 白棋二路跳 那这盘棋看这个格局啊 基本上边边角角都已经 快这个定型了 好像也打不起来了 还是比较考验这个 细棋的这个功力的 接下来黑棋往底下掉一个 这个悬点很刁钻 首先白棋 你直接想把黑棋弄死呢 这样飞锋 锋不住 黑棋冲一个拐一个 挡住的话明显断打 打吃就出去了 你如果说先拐 再想飞锋呢 黑棋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他就不扳了 直接往下跳 你再飞锋黑棋也不一定 飞要出去啊 底下这个地方 还是不太难做活的 比如说先往这儿飞 马上一个拖过 然后包括左边这个跳 之后还有这个二路拖 做活还是比较容易 实战呢 白棋就守了一步 小飞回来 然后黑棋再往天上一飞 因为下方这手棋 已经便宜到了 黑棋开始要扩张自己了 其实这个棋AI的一选是 黑棋连续压过来 这样更为紧凑一点 如果说白棋就跟着硬 把这颗子割下来的话 黑棋找机会再往上一跳 能把这个缺口补上 那这个空比白棋明显大了一圈 这个更加紧凑一点 实战这个飞 白棋不会再跟着走了 左上靠一个 几个 黑棋沾上 白棋再扳 这里黑棋不能随便乱断 你要断了长 把这颗子割下来 那脚上有个扳断 所以说黑棋反扳 白棋挺头 黑棋往上压一手之后 再往脚上去飞 这个棋差不多就 一百手样子 就已经要进入到关子了 接下来白棋上边 点过来威胁大龙 黑棋冲白棋长 这个也是想做一个 里和外的交换 迅速的把中间定型 然后黑棋右边冲一个 这个时候 AI的建议 居然是让白棋脱先 往左边去拐 这个棋的话 不过白棋 确实被黑棋右边冲一下 也很难受啊 你总不能这样去忍吧 那这颗子被斑断 不像话 顶的话呢 这个黑棋有一个 以后有个二路打拔 你也不敢立了 立下去 主度被黑棋咔嚓一段 这要反杀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确实很难把握 是不是应该脱先 因为右边还是有隐患的 实战白棋就迅速的沾了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反应 然后黑棋往外冲 白棋冲一个破眼 沾上再挺头 黑棋再往外冲 白棋左边拐头 那接下来这个AI的建议是黑棋搬这 这个地方的判断其实都挺难的 因为你搬这的话 脚上啊 被白棋搬下去之后 打吃沾上 你得打 左边这一打一沾 中间搬一个先手 再冲下去的话 这个边控是不能要 因为你虎的话 这个白棋断打 再一打吃 再一搬 这个一大团鱼形要被反杀 那你只有钉在这去补 那白棋照还可以跨断 顺便把自己的断给补一补 黑棋中间可以搬出来 正下的话 就是等于说 黑棋以左边这里的木属 来换取中间的这个后薄 这个也是很难判断的一个地方 实战黑棋就正常 长一个 白棋扳头 黑棋反扳 这里白棋不能断 断的话黑棋断打在一般 白棋不行了 必备吃一块 所以说白棋护一个 下一手棋 黑棋这个非常老实的 就往这沾一个 这个是降胜率了 AI认为呢 黑棋应该这个压上去 因为你沾的话 像以后这种刺 可能会被白棋便宜到 压上去的话 就已经可以活大龙了 这个断不是很怕 因为像黑棋这里的 跳刺先手已经有只眼 上边这里的斑先手 然后上边再猴 白棋如果沾的话呢 黑棋直接坐眼就活了 因为这里打 然后黑棋沾 白棋掐不进去 两眼活起 如果说白棋硬冲一个破眼的话 黑棋上边冲了之后 断先手 沾上 再来一手冲断 这边要出棋 可能黑棋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白棋就这样 打吃了 黑棋双打 提掉 黑棋再把这儿提通 右上啊 这里有个打的这个断点 因为你沾这个 他一提 还是要被白棋切断啊 左右两边都有一个断 沾这个白棋断这个 但是为什么AI判断这个地方 黑棋可行呢 就是即使可能右边被吃掉 左上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白棋也不活 被黑棋抢到一个先手 在打吃破眼的话 如果说两边形成转换 那黑棋的目数明显不愧 所以说这个是AI推荐 黑棋压上去的这个 原因 那这样活的话 这个效率会更高 实战黑棋还是求稳 沾了 双方都比较谨慎 然后白棋飞下去 想要吃掉这颗子 顺便自己联络 那黑棋点过来 其实这个地方 黑棋的招法略显过分啊 中间黑棋已经回不去了 所以说白棋可以考虑 从右下这个方向 飞起来 把黑棋的联络继续切断 从而大吃黑棋 这个地方是白棋反击的 一个机会 但实战白棋没有把握住 他走的是左边这个蛙 这个棋是一个恶手 因为黑棋如果正常应对的话 冲一个断打 他可以先手把招二联络 然后再往底下飞过来 那白棋最多也就是 一个穿向眼 黑棋再一飞 弃掉这几颗子 右下扩张不少 这样黑棋满意 但实战黑棋也没走对 走的是瞻 然后白棋还是选择补雷手 这个地方白棋下的太缓 连续落后手 被黑棋底下靠压过来 那接下来的话 反正AI认为白棋 还是应该吃的更多 所以说应该尝一个 然后直接阵头 黑棋瞻白棋顶 这样黑棋围右下 比如说这里点过来 白棋靠 搬进去 挖瞻 白棋就往上这个 往这儿去补一手 这样白棋还行 补上面可能有点问题 因为黑棋压过来长期 你挖一个的话 这个底下白棋的气被紧出 这个断就成立了 以后下方这两颗子要被吃 所以说基本上就站这儿就行了 那实战白棋选择顶这个 然后再穿向眼 选择这种吃法的话 明显又吃的小了一圈 所以说这一盘棋 许家阳几个地方走的都有点缓 虽然说这个时候局势还差不多 但是已经 慢慢的这个显现出这个弊端 黑棋冲一个跳 一般到这种大赛 特别是半决赛 在决赛的时候 一般谁拥有这个大心脏 谁更加有可能走得更远 如果说一味的小心谨慎 谨小慎微 这个遇到一些这个比较 要不然就开战 要不然就可以这个躲避的时候 如果说只是一味的去求稳 那肯定是不行的 实战白棋冲一个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沾 接下来黑棋选择虎在这 走得非常撑 这个棋AI的一选是并在这 但是这个棋很明显 也会留下来一个断点 这可能AI是算清楚 白棋断之后 比如说黑棋长之类的 是不是可以从上面跳回去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一选是这 实战黑棋的想法嘛 肯定是把这儿断点都补上 但是白棋有一个这个点的妙招 因为黑棋不能挡 挡的话被白棋冲一段打 底下还有一个双打吃 那就直接崩溃了 所以说黑棋沾 白棋直接联络 这个地方下的不够细腻 应该先把底下这个挺头给交换掉 再连回 然后黑棋再补一手 你先连回 这个地方被黑棋唬一个 还是牵手 这个地方相当于损失了一个双千关子 然后黑棋右边冲 冲完之后沾 这个地方谢尔豪的这个 洞察力只能说是非常的敏锐 还能想到这一招 确实妙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说白棋 你补一手不让黑棋回家 他还有这个坚定的杀招 你不难挡 挡的话被黑棋一挖右边 黑棋又连回了 白棋通掉了 挤一个分段的话 那黑棋再压过来 白棋这两颗子就损进去了 等于说你之前做的这个努力 全部白费了 而且这个很损空啊 所以说白棋得在这补棋 那怎么补呢 最好是双一个 然后黑棋一路打 沾上先手连回去 这样以后白棋还保留 这个一路爬的关子 而且还不是这么简单啊 说不定以后要走在这儿去收 黑棋比如说赶去足度的话 白棋是不是还有这种招 这个脚上的味道 黑棋一下子就变饿了 但是实战白棋 尝这个是比较有问题的 他可能是比较担心中间的联络 所以说往左边稍微偏一点 是不是更加容易连 但这样 缺点很明显 被黑棋一打 打持 沾上 连回 不仅是这一块空 连回去了 而且以后这个挡 基本上是黑棋能走到的一个先手 白棋得补 那黑棋多了这个一路硬腿 对于脚上的味道 也是帮助很大的 所以说白棋在这儿 走的也是瑕疵比较大 然后黑棋把这一串连回去之后 肯定是便宜不少 胜率基本上也要重新回到五五开了 然后白棋往上 靠一个黑棋冲 白棋连 黑棋沾上 接下来白棋走的也不好 这个地方低杆 一般都是跳刺吧 对吧 逼迫黑棋上边这个 他不管交换几手 断电得沾 然后白棋要连的话 可以把上面这颗子给断回去 因为他长也长不回去嘛 基本上被白棋一靠就要死 实战飞这个也太松了 而且这个木树并不好 黑棋上边一冲 右边挡住 这个地方非常转 走完之后再来手肩顶 非常撑啊 所以说越下到这个后半盘 谢尔豪越发的神勇 而且这个时间上 那肯定又是领先不少 本来许家阳下的就 基本上算是这个顶尖高手里面 下的最慢的一个了 这个时候早已独秒 谢尔豪好像又剩下 大几十分钟 然后这个地方白棋搬也没什么棋啊 搬的话黑棋可以断 你打了之后 虎下去 黑棋搬 底下是可以度过的 右边你长的话 黑棋刚好 挑回 都没棋 所以说这个尖顶也是 计算的快准狠 不过这个时候还是五五开 但接下来白棋翻下了知名书 就这个时候的关子最大是左上 这个地方搬粘 上面先虎一个 断了之后 粘上 马上有一个二路挖 很大 先手啊 黑棋得打 然后就是白棋这个就不要去粘了 这边便宜完之后 再把左下角的这个靠给抢了 如果说能把这两个角给抢掉 然后黑棋比如说以后提 白棋再去打持 跟他形成一个打结果的话 这儿再拼一拼 那胜负真的不好说 实战白棋并没有判断清楚 直接在左下靠 然后被黑棋顶了段 打持反打 先手定型之后 被黑棋抢到 左上的这个二路搬站 那这个棋的话 黑棋的胜率一下子就来到90多了 直接要锁定胜局了 白棋左下扳黑棋喉 因为上面不仅是这个关子 后续还有这个二路夹的连续关子 这里是白棋非常吃不消的地方 所以说这儿白棋非常亏 跳一个被黑棋冲进去之后 再一挖 这个地方AI推荐白棋拓先 冲右上 然后把中间给吃掉 至于上边的话 黑棋要打 白棋就只能反打 因为粘的话 这一夹黑棋还要过去 还是右上更为紧迫 实战白棋粘了 那黑棋中间粘 那白棋中间断持 黑棋挺头 接下来的话 白棋这个挤右降胜率 还是挤这个二路更大 因为挤二路之后 它是一个这个后中线嘛 后面这个 白棋还有一路斑瞻的 这个先手关子 实战白棋挤右边 黑棋长 再冲进来 然后黑棋顶 白棋右上冲了再冲 黑棋度过 然后白棋打吃 黑棋往这个中间一连 白棋右上提掉 黑棋粘 白棋粘 然后黑棋再往这个里边去小尖 威胁白棋大龙 白棋 虎一个 黑棋打吃 白棋贴住 然后黑棋再粘 白棋连回 然后底下的这个后中线也没走到 被黑棋团住 黑棋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后中线 因为后面你不走 黑棋一路搬 你还挡不住 还只能跳方 然后再被黑棋一路拖完之后 打吃粘上 这个目数 差不少 那这儿被黑棋再便宜 白棋只能去逆收 然后黑棋中间再冲 所以说进入到关子 可以说谢尔豪滴水不漏 许家阳则是连连失误 这个始终强调的 他的这个用识 肯定是有大问题的 就不管什么棋 像这种没有战斗的棋 这种功夫棋 还是什么大型战斗的棋 基本上到后半盘 就每次都是进入到独秒 好像没有例外 每次都独秒 这个就让人有点想不通了 到底是要想什么 想这么长时间 一到后面就独秒 那你这个棋肯定是 很难完全算得清楚了 所以说这个用识 是许家阳的一个大问题 然后接下来白棋右边 坐眼 黑棋中间冲一个 沾上再做活 黑棋坚定 这个棋你还不能挡 挡的话这个要冲断了 双板凳直接掉了 只有几个 黑棋往里冲再沾上 然后白棋再沾 黑棋再往这一挤 这个是最后一手 白棋认输 因为这一挤的话 中间的联络断了 你这个里边 你沾完之后 还得缩进去做活 然后黑棋中间 还有这手打 你要是沾底下呢 就打结 黑棋一个无忧结 要吃这根棍子 沾上的话呢 黑棋底下一提先手 这个棺子 白棋飞掉了 目差也是越来越大 这个棋就没法下了 那这个棋呢 前半盘还是非常的平稳 双方都下得比较的收敛 都在等待机会 但是进入到后半盘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谢尔豪确实 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在几个关键的地方 可以说把握的都非常的到位 那许家阳呢 这个可以说小事物不断 从中间这里的定型 然后右边这里补齐的位置 再到这个左下的棺子 和左上的棺子 没走到 再到后来中间的一些小关子 下的也是比较粗糙 反正差距就不停的拉大 最终 黑棋在中间来了一个 一击之命 那这样的话 也是恭喜谢尔豪 率先杀入到决赛 这个势头确实 非常的猛 然后明天的话 将进行这个另外一场半决赛 是丁浩对战 朴婷环 也将决出另外一个决赛的人选 希望丁浩加油 好 那这半期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